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北京青年報報導 中國足協將於12月7日至9日 在海口市組織召開國家隊備戰工作會議 除學習總結研討動員外 有關中國藍燭新週期備戰工作計劃的制定和推出 將成為會議內容的重中之中 據了解 中國足協很有可能通過每次會議 明確新一屆國族的選稅方向 甚至是具體目標 結合各類因素來分析 在選稅問題上主要面臨4類選項 分別是繼續留用李肖鵬 由藍燭亞運代表隊主稅賺高域兼任國族的主稅 公開選聘外交其他選稅模式 每次付會李肖鵬並非空手而離 而是會帶著一整份12強賽 最後4輪大隊工作總結 以及未來各足構建思路方案 換言之 對於去雨流 李肖鵬鵬做好了準備 目前來看 留用李肖鵬 安排賺高域兼職 令選外交都是選項 當然理論上來看 包括中外主稅聯合執教 在內其他模式也可能成為選項 只不過時間不等人 中國足協對此問題需要當機立短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